今天已經到了2月20日 踏入2月20日對於我們來說 其實現在的天氣真的入春 初春來說在英國的日照時間比較長 最好過了3月 踏入4月的時候我們的時間就會更加好 因為下令英國和香港的時間 相距就縮責了1小時 所以就不會像現在這樣 就不會現在這麼脫節 等到大家差不多睡覺了 12點鐘了 才走來聽我們的節目 首先大家現在看看 聲音昨天好像有些朋友說是偏大的 我之後再檢查一下也覺得是 等一下現在還是偏小 不知道做什麼 等一下 好了 好了 現在可以了 好 回來了 我們沒有說黃青蟹一陣子 李隆基一陣子 我們平時都當作花生新聞 放在最後講 說到李隆基這宗新聞 我們當然算是第一天爆出來的時候就跟 很少我們會放在頭上講 有一些台 例如如無良軍師 水哥 水哥真的很厲害 水哥堅持一件事 李隆基事件有他的公共性在那裡 他專才計劃 你說是不是真愛那些 即是凍花生 你說是不是很緊張 李隆基那七層樓 原本就說很緊張 李隆基那七層樓 怕被人騙 這個也是一個公共性來的 講的是很多男人 林佬花蟲之後 就害死了子女 害死了子女 那也是他的家事 關我們什麼事 不關我們事 但是 你說真愛 你就躲起來自己做 是不是 即是你不需要 這麼高調 又說你自己送七層樓給別人 又說對他多麼恐慨 這些錢都塞滿了手袋 關我們什麼事 但不是 現在這件事 終於就是昨天 警方作出一個拘捕 甚至乎 今天過了課 今天過了課 我又覺得最 昨天就說 李隆基 你不是說沒可能知道 我覺得他是 沒可能不知道 應該是 沒什麼可能不知道 即是這麼說 那些東西這麼假 他都敢展示出來 李隆基本身這件事 都很大膽 即是說 你這麼驕傲 是吧 那你說 你的女朋友 又長春彭 即是又說 史丹福畢業 接著又雷登U 荷蘭最厲害 讀文學的那間 但不知為什麼讀工程 是啊 又說 即是飛機師 是吧 即是在北京航天大學 裡面 有考過EMBA 但是這些東西 全部都被人踢爆 水哥就積極跟進 是吧 美國非人學校那間 即是 什麼PSA 是吧 又說 即是裡面那張東西 究竟是那個成績表 定還是是訂單呢 報價單呢 最後 你見到 很容易查 人家就說 沒有他的資料 然後ENBA 北京 北韓 北京航天大學 ENBA 人家就打電話去 職員那裡 就說 ENBA最後一屆課程 就在2015年開學 2017年 就已經停止招生了 然後 這個 Chris就說 自己在2017年 就完成ENBA課程 那就是 說到尾班車 但是 職員最重要 就是說 他對他沒有印象 對他沒有印象 其實 再問下去 就知道 再檢查下去 就知道 有時候 你要知道 為什麼大學學費這麼貴 大學學費這麼貴 他都要保重自己 那個價值 那個學費的價值在於什麼 你就不可以這麼濫 不可以被人無認 就是 你不可以 周圍都說 你這個北京航天大學 出來的 有個門檻 有個門檻 而且 你不會看到 周圍都可以被人無認 你才可以 維持到你的價值 所以 你之後問下去 那句就知道 究竟沒有黃青霞這個人 查無此人 就是偽造文書 就是做虛假聲明 現在黃青霞被控六個罪名 第一 就是為了取得入境證 而作出虛假陳述 第二 就是使用虛假文書 第三 就是向入境處主任 作出虛假陳述 管有虛假文書 以及兩項 違反逗留條件 現在就首先 一開始的時候 首先就說 預期居留 之後就層層去加碼 因為你預期居留 然後揭發你裡面有很多謊 你怎樣拿到這個簽證回來 而拿到這個簽證回來 透過什麼手段去騙回來 原來你就是虛假文書 原來你就是做虛假陳述 一下子就六項控罪 六項控罪呢 如果你的做虛假文書 就是最多兩年了 嗯 其實呢 你見到 李隆基 基閣 提款基 其實他已經打定書數了 昨天天問他的時候 你已經不需要再說 我先回去了解一下 我什麼都不知道 原來是假的 我先了解一下 但你見到 你純粹看一個反應來講 他是怎樣說呢 最好笑的 就是這個標題裡面說 是不是 不是這個標題 他裡面說 今天他講餘式重褲 哈哈哈哈 餘式重� 餘式重� 最高的監禁兩年 監禁五萬元 錢就不是問題 現在李隆基就說 全部不知情 他說 只能看新聞了解狀況 嘩我看新聞才知道 是不是 我看新聞才知道 原來他騙我的 不是啊 香港法例網上講 最高三年 三年了 是不是 你說虛假文書 還是什麼 這個 這個 刑事罪行條例第二百章 任何人知道 或相信 某虛假文書 屬於虛假 但在無合法權限 或辯護下 保管或控制該文書 即屬犯罪 一經定罪 可判處三年監禁 為什麼李隆基說不知情 他要自保 如果他知道 而周圍跟他宣傳 他是優才計劃來香港 他接受另一個訪問 他兩夫妻接受另一個訪問 他是幫他講這個故事 是吧 如果他不知情的話 如果是知情而去講的話 其實他就是共犯 也有協助罪犯的嫌疑 他現在就這樣說 我只看新聞才知道 我非常之無助 他說未婚妻所做的事情 需要承擔後果 而且 他就說 黃青霞被拘留之後 他如釋重複 嘩 掉爛了 如釋重複 是不是這個意思 掉爛還掉爛 然後他怎麼說呢 接下來 現在他就要做傷害控制 很可惜 我很悲傷 很可惜 黃青霞一直都沒有坦白 他現在就等於 已經割了席 一直都沒有坦白 如果他知道事情的真相 至少可以商量解決的方法 例如找一位優秀的律師自首 其實你已經覺得他有罪了 你認識他多久 你又2010年認識他 然後同居了六年 是嗎 是啊 然後你又什麼都不知道 你認識他十四年了 原來你看新聞才知道他騙你的 然後為什麼不跟我坦白 他說 哇 多謝你告訴我 然後 黃青霞是不是 有點愚蠢 同時間感到自責 我也有責任 我責任不是幫他做共犯 我說我自己害了未婚妻 黃青霞經常提到自己年紀大 不知道可以陪他多久 那才令到黃青霞想出屎曲 就是有這麼高調 扮專才 然後又希望得到薛家賢 Lisa姐那些認證 你現在這樣說 你現在相信他就是為了 跟你可以長相私手 不知道可以陪你多久 陪你多久 所以 就會欺騙入境處 得到你的居留資格 那得到你的居留資格 不需要優才 是啊 你認識了 你跟他一起六年 六年如果你中港婚姻計 跟一般人一樣 去排隊這樣計 的話 你現在那個 其實你三四年已經排到 現在 我們所說 每日150個名額 現在是用不盡的 是用不盡的 我們一會兒會再詳細講一下 那個問題 再講一下公共性在哪裡 不知道能夠陪他多久 不能夠陪他多久 那你一早註冊就行了 其實整件事是因註冊結婚而起 是嗎 你一開始的時候 如果你不是說 你突然間 黃青霞說 什麼死外府 死誰 家裡有人死 然後又說要守候 突然間要推遲 如果不是這樣 你就不會搞到 很多網友去起他底 不會衍生到之後發生的事情 那你就騙了入境處 其實就 一早就可以門天過海了 其實低調一點 沒有人理會 大家最多 就叫他老牛吃亂草 你這麼高調 說這麼多這些 這些事情 還發出證書 大哥 我們沒辦法不檢查 香港地 這些事情 所以就說 我們一開始 那個估計 為什麼你要搞到這麼大 我們其中有一個估計 其實李隆基就是想搞到這麼高調 而高招脫身 所以現在說餘息重複 就是這樣 他不斷搶我的七層樓 但是又不註冊 他搞到他很沒人 可能他一開始只是想要註冊 但是 為什麼你不註冊 不知道 就要搞到很大 就幫他出名 你不是李隆基 就不會這麼出名 說得知他 如果你是HAPPY BART的話 他說 我近年來 經常要往返內地工作 我近年來 每次黃青霞陪我出入境 都沒有問題 所以我也沒有懷疑他的身份 他這一個 就把責任射進去 那些官員身上 你的官員說他沒有問題 那我怎麼會比你的官員更厲害 但問題是你是先 黃青霞欺騙了那些官員 拿到入境簽證 你才可以兩地地往返 你是高張 你是很高招地騙他 你才可以這樣做 然後他說 用假護照 原來之後用了假護照 就是Biomatrix 即是生物認證 生物認證細節 一定會等未婚妻回來 說真的 誰會care 最後就算你脫爛也好 你不理他也好 那 沒有人理 現在你說 你什麼都不知道 你說他騙了你 你說李龍基想脫身 那現在成功 黃青霞都還押 不給保釋 不給保釋 去到4月才開審 過多幾年 大家忘記了這件事 那李龍基偷偷地 就分手了 那你說明天才回來香港 明天回來香港才算 找了謝偉俊陪堂 但也不是謝偉俊親自打 其實這件事我想是謝偉俊 說你大哥 你真是藍絲 你找回這些人 其實大哥 其實你看到藍絲 黏著這些人 都是差不多 李龍基找哪些人 華記又說話 又說他們是真愛 華記那些都撞車 不要緊的 華記那些沉默幾天 或者那幾天說其他事情 大家就忘記了 沒什麼所謂 大家都看到 SafeHK Group 每個人都在問 為什麼黃絲會這麼高學歷 為什麼會這麼眼淚看這些事情 那些藍絲自己知道什麼事 又痛哭了 希望將傷害減到最低 那你現在拉著去坐牢 就可以將傷害減到最低 原本你需要養他 是啊 那你不用了 痛哭了 開心到哭了 希望他明天可以提堂之後 能夠保釋 現在不行 現在就失敗了 李龍基這些詩 真真正正的狠毒 大家看到 我們一早就說過 你說共犯 你說不會搭棚 搭棚之後去騙人 這樣 無論怎樣說 他都是這個version 他知道他愛我 我愛他就夠了 講來講他的version 對 以後會乖乖的 沒得乖乖的 其實他近來已經乖乖的 真是沉默是金 是啊 但是因為 開大了頭 罵爆淘寶賣家 不恰當 這些 全部被人踢爆 你還要送一張畫給鄧炳強 鄧炳強也有份收畫 你看這些 有很多人說 大哥你到處送畫 是不是搭棚 這叫他販賣人情 販賣人情之後 他日你有所求的時候 是不是可以一呼百應呢 你畫到阿Lak這麼帥 有一張更帥氣 有一張更帥氣 畫到每個都 這個不是 原本 是醜角來的 裡面阿Lak 畫到這麼帥氣 好像主角那樣 這整件事 你究竟李隆基 你說他有沒有損失 一定有的 但是現在真的可以脫身 就是如釋寵婦 這個就是我們之後 問下來的公共性問題 你現在 你這兩年裡面 你在搞什麼高財通 引入什麼優才計劃 你看到 早前李家超還在很驕傲地說 李家超也好 陳茂波也好 就說有14萬人申請 已經批了10萬個人 有幾多人是黃青霞 十萬個人裡面 對於香港來說 最重要 這班人 他們應該可以貢獻經濟 兩方面 第一 他可以填補到香港的勞動力不足 尤其是高端勞動力不足 尤其是高端勞動力不足 因為移民潮移走了那班人 那班中上產來的 你以為黃青霞就是這類人 史丹福大學畢業 然後又會畫畫 大概文武存在 香港真的損失了搜查官的那些 做金融 然後拍照藝術也好 那就補黃青霞 你捧他上去 很厲害 你看到有這麼多 他現在又說 已經可以 已經是超標 原本我打算每年 三萬 但是現在 去到申請的 我批了的 已經是十萬人 但問題是 這十萬人裏面 這個人 看這個 就好笑 潘卓鴻就說 其中一個是雷丁優 荷蘭的雷丁優 雷丁優 雷丁優是沒有工程學的 因爲雷丁優是 文科學校來的 所以 沒有這些工程學 你跟我說 那張照片怎麼來 你那張照片怎麼來 所以這些東西 你這麼高調 反而是很容易被人踢爆 其實 如果李隆基這麼有錢 很簡單 你爆到這麼嚴重 一般的有錢人 如果你真的有錢人 其實有錢人都很棒 有錢人不玩兩手 你不會沉船沉到這樣 真正正有錢人 一方面我還要去維持關係 另一方面我自己私底下 找私間偵探查你 你見最出名的 趙世曾那些 全部都是這樣 首飾都是借給你的 到你真的給我 長期跟著我 令我覺得你合格 才給你名分 是啊 很聰明 但是你究竟現在 這件事 是不是一業之秋 如果 其實我們覺得很好笑 我們昨天說了 你警方經常說 整個警方的一個吉祥物出來 就叫做提子 又要做一個 一些大型的公仔 海旁 百幾個吹氣公仔 正是吹氣公仔 昨天還要做這些無人機 在兩岸海旁上面 就叫做提防騙子 現在你入警署 就變成被人找笨賊 你便被騙子找了笨賊 這些反映到他不務正業 隨便打算整個吉祥物出來 開Project Camp公訴 但是這些 提防黃青霞這些政績 什麼都不做 到他玩到很大 才被迫要拘捕他